周深 幸好他被这两档综艺淘汰了 才有今天的人间宝藏 幸好我没有一夜爆红 不然我的心态可能会非常差 这句话是周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对大家所说的话 带着一丝丝的遗憾 以及释然 不过还好 经过这两年的时间的努力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 有人在听完他唱歌之后 是老天爷赏他饭吃 因为其天生的阴柔嗓音 和美妙的声线让人陶醉 一开口就有异于他人的空灵之美 有人说他不适合比赛的舞台 或者说舞台不适合他 然而无冕之王 却是对他最大的认可 也幸好他被两档综艺淘汰了 才会有今天这个宝藏男孩 中国好声音舞台上黯然落幕 2014年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一个短发男孩演唱的欢言 惊艳了现场 也是在这个时候 大家开始关注了这个瘦瘦的小男孩 说不定会带来新的惊喜 之后一首背加而不叛 更是让现场的观众们陶醉 与音绕梁 观众们沉寂了许久 都站起来鼓掌欢呼 只是事与愿违 在导师选择的时候 纳英哭着对周深道歉 并选择了李维 此后大家都说 中国好声音 显周深一个冠军 因为大家都觉得 天籁之音被淘汰 真的是太惋惜了 歌手当打之年再次错失冠军 今年的歌手当打之年 多少有一些疲软 不过还好 周深在这个舞台上 留下了不少的好作品 即使是有人经常调侃 歌手是标高音的比赛 但是没有一个人觉得 周深的高音是在炫尽 反而给人一种游润有余的感觉 就像是导师评论的 不做做 有那种很自然的东西赛 只是在决赛的时候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也让观众错失了 欣赏神仙打架的画面 大家并不是觉得 他被淘汰而惋惜 而是觉得只听到 他在决赛的舞台 唱了一首歌而惋惜 毕竟他真的不属于这些舞台 他属于观众 世宝藏就不会被埋没 很快的迷幻暗黑的新作 自己按门铃 自己听 又把周深推上了热搜 这首歌原本就是高晓松 为他量身定制的作品 只是在几年前 他还没有演唱这首歌的能力 让高晓松听到一半 就走出了录音棚 而在几年后的今天 他终于如愿了 得到了高晓松 破茧成蝶的评价 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 能够用心听我唱歌 这是他的期望 希望能以超越性别形象的方式 去感染真正喜欢他的观众 宝藏男孩 在线怼粉丝 让大家觉得高兴的是 周深曾经经历的嘲笑 娜娜并没有让她因此成为了一个 自闭阴暗的人 相反的是 她有着非常强大的内心 并且把自己打造成为了一个 无所畏惧开朗自信的人 不仅在线怼粉丝少管我 还经常在微博评论下打破气氛 学人工客服说话 学思日说话 学诸教 很难想象 这是一位曾经饱受争议的男孩 做出来的事情 当被问到 从曾经的内向到现在的活泼开朗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转变的 她说年少时外界的言论 一顿让她自我封闭 但是长大之后才发现 其实外界的想法 并不重要 活得像自己才是最好的 而她的歌呀 就像是她的名字一样 让人深陷其中 并且温柔的深陷 让人百听不腻 无论是你说了什么委屈 或者是心中有多少个结 只要听她的歌呀 仿佛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因为在她的歌声里 总会能够让人听到自己 还会给予力量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更是她的魅力 我们不知道 她被孤立嘲笑的那些时候呀 是不是把自己封闭成了一座孤岛 漂流在无人之境 也体会不到 她在那个阶段所承受的一切 但是好在 她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 完美无瑕的宝藏男孩 周深 你的未来必定精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